另外一场大战正在科技业开打 来看到的是谁是音乐串流第一个位置的大户呢 这回苹果跟Spotify互相杠上了 苹果遭到了欧盟重罚了616亿 主要的原因呢 Spotify控告苹果在当初下载的平台当中 并没有让用户知道还有其他的订购管道 所以这回欧盟的职委会就宣布要对苹果来罚18亿欧 相当于台币600亿元之多 起因就是Spotify在2019年申诉 当时苹果设下了限制 所以开发者不能告诉消费者 这个城市在苹果的App Store订阅的数字 跟别的订阅的价差 那同时也不能引导消费者到开发者的网站连结 所以在这两种的原因加持之下 其实苹果还要向上架的App收取高达 30%的抽成 所以在这个赚头上还有获利上 自然就会减损 尤其是如果你自己到了这个所谓 直接的网站连结 也许会有更优惠的价格 也因此苹果声明说 这次的财罚的确是被罚了 但是他认为最大受益者是Spotify 因为他认为Spotify在欧洲的这个平台市占率 相当于有56% 这是超过了一半 那另外呢Spotify也想要改写App Store的规则 希望呢当然会变得自己更有利一点 不过商业的竞争就是如此 所以呢苹果一直说 这个控诉是不符合事实 将会再次的花钱提出上诉 也让人关注呢 未来在音乐平台上 到底谁能稳坐老大哥的位置 哈喽我是蓝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